女性呢还得面对生产这个难题 而今天是三八妇女节就国民党努力委要提案修法 希望把现行的产假从8周延长到14周 不过劳动部回应呢产前能请这个产检假 安胎假再加上产假 算算呢孕妇能请的天数有13周 不比其他国家少 不过劳团则点出了除了天数问题 重点更该白在敢不敢请假这个问题 为了提高妇女生育意愿 在三月八号国际妇女节这天 女性立委抛出议题 要提案修法把现行的孕妇产假 从8周延长到14周 立委表示根据国际劳工组织 国际公约的建议 产假至少要有18周 足足高出台湾10周 对此劳动部回应指出 目前孕妇产前有产检假5天 安胎休养假30天以内有半薪 再加上产假8周 全部加一加其实有薪假 已经达到13个礼拜 而产后最长还能请两年的 育婴留职停薪 对立委的提案会在审慎言议 一业世界各国对于产假的定义 都不禁相同 包括母体健康的回复 以及照顾小孩 这假期都叫做轻值假 有的国家是叫产假 那在我们国家里头 其实我们不低于其他国家的规定 能请假的天数看似不少 但最怕的就是劳工看得到 却吃不到 根据劳动部最新报告发现 企业实施性别平等措施的状况 虽然已经大幅进步 但竟然还是有两成左右的企业 不同意员工请产检假和育婴假 受限于说警器 比不是那么好 所以对那个员工的假 请假的情况呢 有稍微限缩 事实上我们的个案里面 有蛮多是连 所谓的产检假都请不到 因为他可能就这样子被 被fire之类的 包括说后面的整个公共性的部分 我想立委也可能要花 更多的时间来关心一下 包括说托儿 托婴等等的这些部分 不能请假就只能自己摸摸鼻子 或许在争论 请假到底能请多久的同时 落实执法并打造友善的工作环境 更是首要目标 有点TV陈华叶佳华台北报道